大家好,我是霍霍,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超好吃的奶黄包,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碗中打入4颗鸡蛋 倒入200毫升的纯牛奶 倒入60克的椰子油 没有椰子油的用黄油或者玉米油都可以 加入100克白糖 加入100克的低筋面粉或者是普通面粉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个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好之后再给它过滤一下 这样子更加的细腻 看一下,锅滤之后非常的细腻顺滑 像酸奶一样的状态,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不粘锅 把面糊倒入里面 用铲子不停的给它翻炒 一小会儿的功夫,它已经成团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再搅一下 最后翻炒至不粘铲子,这样就行了 取出来晾凉 让它自然放凉就可以了 盆里放入350克的面粉 220毫升温水里面放入3克的酵母 放入5克的白糖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少量多次的倒入酵母水,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棉絮状,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饧发半个小时 取一团团成球 每一份大约是40克 先给它攥紧 然后再团圆 这样就可以了 形好的面团直接放到案板上 揉搓一下排气 揉光滑之后,直接搓成长条 下大小就嫩的小剂子 把每个小剂子都揉圆 这样就行了 取第一个做好的,按扁 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后变薄的面片 这个瓶子不用擀得非常大 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一个奶黄球 用糊糊的方式给它包合 再整理一下 这样就行了 把它放入蒸屉里面 盖上盖子,饧发10分钟 看一下,现在已经饧发的非常大了 盖上盖子,开大火 水开之后再蒸20分钟 时间到焖5分钟打开盖子 看一下,非常的蓬松 鲜软,把它取出来 每一个都非常的蓬松 鲜软又光滑 打开之后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奶香味 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柔软筋道 香甜可口 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吃 朋友们喜欢的话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后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拜拜